是小修小补还是破而后立 这道选择题将会一直困扰着骑士管理层和联盟第一人詹姆斯 克利夫蓝人的阵容与联盟其余27支球队相比具有绝对优势 同位置上的碾压让他们无论在常规赛还是季后赛 皆能以轻松惬意的姿态单手硬敌 尽管在16-17赛季末尾有相关体育机构对骑士的战绩 做了一份简单分析 其结果显示克利夫蓝人对阵西部球队的胜率为55.1% 而他们的宿敌勇士对阵东部球队的胜率则为82.8% 巨大的胜率差距导致西强东弱弱 骑士为豪强骑士在西部打西决即是打总决的相关话题热度居高不下 事实果真如此吗 自由市场大门未打开 一起起重磅交易便率先预热 多比影响东西部格局的运作导致其勇两支球队各自领投阳地位遭到严重威胁 东部76人凯尔特人虎视眈眈 西部马斯森林狼四肌而动 这番争奇斗印很囤重兵的情景好不热闹 勇士作为三连两贯的超级球队 他们在阵容上必然不会有过大的动作 留下核心转换球员 清理一两份将要一价的合同 交易货在自由 在市场上逃得一两名物美价廉的球员足以 勇士管理层在挑人眼光这方面还是相当独辣的 看看阵中的库里汤普森格林 哪个不是当年选秀大会上的遗珠 相比勇士的慧眼识珠 骑士阵容的匹配更倾向于极战力 而不是蔚来 詹姆斯极是蔚来 还需什么蔚来 这套上亿云豪阵的组建打一开始 就是奔着总冠军去的 云以为这套阵容会为他们带来至少两个总冠军 谁能想到杜兰特挟刺杀出加盟勇士 所开头所述 失去冠军后 其实到底该小修小补 还是破而后立 全世界都知道 他们高额的奢侈率和极度拥挤的薪资空间 导致他们左右为难 灰熊对防守汉将托尼 阿伦惊吓和同道7 十年加盟灰熊后 他用精湛的 堪称宗师级的防守 成为田纳西周梦菲斯式的灵魂人物 经年季后赛 当40岁的老菲人 被主帅菲兹戴尔维义重任 防守伦纳德时 35岁的阿伦 每到暂停时间 立马走到卡特旁边告诉他 不要被他花哨的动作欺骗 和他保持身体接触 原来求风质朴的伦纳德 在防守宗师阿伦园里也是一名动作 花哨的进攻者 当一支球队 拥有可谓以重任的外线大闸时 他们是极其幸福的 勇士因为有汤普森 所以他们荡平了骑士 骑士对托尼阿伦甚感兴趣 香波特的议价合同 与这位老将相比 冤大头 交易日截止后 阿伦依旧会是灰熊的阿伦 阿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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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伦